要磨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 我們這天是講 脆談中國歷史 暫晚去到單元十 除了有我啤梨之外 還有王掌 大家好 大家好 暫晚已經去到單元十 有些聽眾也好 或者有些學員 大家對中學歷史 不太認識到現在 都好像很期待王掌 講故事給我們聽 每個朝代 我們找些有趣的故事講一下 其實先前我們的節目 如果大家在聽三機 現在是週末聽 但其實之前是在平日的聽 所以三機方面 我們的時間是轉了 但如果你看網上這條片 就沒關係了 你任何時在網上搜尋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聊一下 究竟每一個朝代 有沒有一些真的有趣的東西 大家可以分享 是的 這一集我們要講什麼呢 我們今集就講公鬥劇 因為我發覺 講很多時候我們去到清朝 我們總是覺得好像很近 好像不是太遙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電視劇 看了很多 近這十幾二十年 你覺得你看過幾套公鬥劇 公鬥劇 最記得的是《公心計》 因為它的名字已經是很公鬥 是的 《公心計》已經是一個公鬥劇 我覺得也是很重點的戲 是不是重點 因為其實它是很著重於 大家在這裡公心計 頭來頭來內心的東西 即是有些詭計 在宮廷裏面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很多 譬如《金之玉業》 是的 其實我會覺得《金之玉業》 是公鬥劇的第一部 是的 之前你說有沒有 《環珠格格》算不算呢 或者以前有些少女慈禧算不算呢 又或者再之前有些電影 李漢祥導演那些 垂簾聽證講 慈禧太后的 不是很算公鬥 即它有牽涉 但是它主力不是說那樣東西 是的 為什麼呢 我們如何定義一下 什麼叫公鬥劇 是的 公鬥劇就是爭皇帝 然後在皇宮裡面 一些公女與貴妃 大家爭權奪利 他們有一些遊戲規則出來了 好像我們現在看武俠劇 我們武俠劇就知道 什麼叫輕功 什麼叫內功 屬中堂門就用毒的 現在我們看公鬥劇 看多兩套 你大概都知道 他們有什麼詭計 吃了什麼就會生不了兒子 吃了什麼就會美女一些 有什麼方法就要去 內務府那裏去想辦法 御醫又怎樣 這些好像我們 看看我們熟習了 他一套遊戲規則 是啊 他很喜歡讀人 很喜歡下毒 他說他沒得打 是不是 就是我們以前看慣 有一段時間 就有很多宮廷劇 那些大內群英爭皇帝那些 其實那些都是宮廷劇來的 但是那時候的宮廷劇 就把它當成一些武俠片的拍 刀光劍影 是啊 我們就看到那些什麼阿哥 幾個皇子爭皇帝 我們有這些的橋段 看了很久了 接著我們看一些宮廷劇 叫做斯文劇 就是環朱格格的那些 再下就去到金枝玉葉 金枝玉葉就真的告訴你 我現在沒得打 不用武功的 就用心計 鼓鼓鼓鼓鼓善你一次 那種 就令到一些跟我一起爭寵的 其他的美女 就失去了皇帝的寵愛 你剛才說的那幾種 都很清晰 你會感覺到什麼人是做主角 剛才你說最初那些 在宮廷裡面打鬥那些 那些主角就有很多男人出現 那些劇集 又要武功 又怎樣我們跟皇帝打過 但是你說宮廷那些 宮鬥那些 就傳媒好像 整個宮廷那麼多女人 又好像少了很多男的角色 是啊 正常應該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在皇宮裡面 清朝 應該沒有男人 只有一個男人的就是皇帝 其他那些是太監 你看到那些侍衛 不能進去 一到晚上要趕出去 不是趕出去 自己要出去 你在門外面守衛 咦 我看劇其實是 你見到很多男人 是不是 沒有為意 你看到一些大臣進來 他進不了後宮 然之餘 連這些御衣 公鬥劇一定有御衣 為什麼呢 等於武俠劇 一定有個高手傳弓給你 是啊 御衣就是給一些方法 你去幫別人 譬如這樣就可以下毒了 這兩隻食物混合就變成毒 這兩隻食物混合就可以解毒 這些方法 科學家來的 我們就要找一個御衣給主角 他們才可以逢關過關 所以我們在劇裡面 經常都看到這些角色 但是歷史上是不會有的 因為御衣是在宮外面 以前御衣如果要入宮 只有一種理由 就是幫皇帝或者皇太后 體平 其他一般宮女 那些 麻煩你出去看 貴妃也好 你出去看 她不會進來幫你看 所以這些這樣的安排 是令到很多我們 現在很老實說 公透劇裡面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是不可能發生的 是 我們以為他們可以一步一步 我們經常看那些 就是延期攻略 由一個小宮女 一步一步一步打上去 是吧 很難的 即是你想像不到 她可以這樣上去 對 還有你又要爭重 即是你自己不可以升 你又要皇帝看中你 然後這樣升 沒有的 哪有皇帝看中 其實是看太監安排的 是嗎 當然皇帝其實在清朝 我們現在看宮斗劇 很多時候都會看清朝 清朝比較多這些劇情 其中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清朝的皇太后很厲害 於是那些人 其實我不是很想做皇后 但是做了皇后 才有機會做皇太后 是 做了皇太后就威了 威了幾十年 是的 我說的清朝的皇太后 強到什麼地步 有兩個皇太后 一個是開國那時的孝庄皇太后 另一個就是亡國的時候的慈禧太后 這兩個皇太后加起來 她的執政其實是九十年 整個清朝只有二百六十八年 哇 就是兩個皇太后就霸了你三分之一的時間 你說的是執政 執政是起碼她大過了 不是 她做了皇太后 因為說皇帝很小 清朝總共入了關之後 管理中原之後 只有十個皇帝 第一個是同志 最後一個是溥兒 十個皇帝裡面 有五個皇帝 是兩歲至七歲的 是期間登基的 那你想一下 她走過來做皇帝 她管不了的嘛 那當然是媽媽作主 是的 那於是那個皇太后 便可以佔據的時間很長 那就是譬如說 我們計算第一個是孝莊皇太后 那孝莊皇后她做同志的媽媽 那她做的那個時間 同志是五歲開始做皇帝 五歲做皇帝 但是她就交給她媽媽 然後她做了十八年 她死了 就到康熙做皇帝 康熙七歲做皇帝 那阿嬤繼續做皇帝 那她阿嬤很長命 很長命 原本她的兒子都走了 都死了 然後阿嬤繼續在 因為兒子短命 因為同志短命 同志其實是二十幾歲死 所以她接著就幫孫管那盆生意 所以在他們的世界裏面 做皇太后很重要 你想想她可以一管理這個國家 她的管治期是四十幾年 還有以前那些年代 如果你年紀 其實四十幾歲都很大 以前那些人沒有那麼長命 所以皇太后不是很長命 很長命 她是六七十歲的 那些年代算是很誇張 那些年代 她做皇太后的時候 她不是一出生就做的 其實她都去到她兒子做到皇帝 她才做皇太后 我就是這個意思 她起碼十幾二十 當她很小的時候 都十幾二十歲 然後皇帝又幾歲 她可能捱著三十歲才做皇太后 然後做四十年 我覺得很誇張 很誇張 惡到魂 當然我們印象中最厲害的 是慈禧太后 但我們這樣看 在他們來說 做到皇太后是終極目標 所以大家很想去爭那個位 而也有很多皇親國戚想把女兒 推入後宮做宮女 由宮女訓練上去 當然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但是她希望她可以做到皇后 然後做皇太后 那就是帶卸他們的家族 未必可以的 最低限度 你進去做宮女 你是可以教識你一切的禮儀 聰明了 那你以後畢業了 皇帝不要你 你出回來 作為一個宮女無所謂 你可以出來再嫁人 身價高一點 即是好像泡過鹹水 是的 你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一直都沒有見過皇帝 不容易見到皇帝 一直都沒有見過 那你就畢業了 就離開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被皇帝看到 那就是由一般的宮女 就升為這個答應 答應是一種 即是變成皇帝自己人的一個級別 答應是一個職位 職位 答應上面那個叫做常在 常在再上還有的 一直上到去 殯 殯上面有皇太妃 即是有貴妃 一直上去 然後最高的叫皇后 一級級上去 當你做了這些的時候 你希望皇帝可以見你多一點 是的 其實你做到 非就好一點 即是皇帝認識你了 認得 那你就說 我今天要見誰 現在選一下 其他的那些 抽籤而已 即是太監叔叔 選了這幾個位給你 那皇帝自己反牌 反中誰就誰 這麼隨便 隨便而已 然後 好了 來到他們那個 服侍皇帝的時間 兩個小時 起 畫四個鐘子 好像去按摩一樣 完的了 那就走的了 即是你沒得過夜的 即是你進來這裡 服侍完了 那你就出去了 為什麼呢 他怕那些人暗殺皇帝 因為其實清朝都多這些的 即是那些幾個皇子 差王位那些 怕暗殺 那所以呢 那些美人呢 服侍完了之後呢 就要走了 不可以留太久 那還要不可以回家 你就要在那個皇帝的房間 外面呢 有另外一間小屋 先住一下 為什麼呢 有什麼事捉到你 即是住一晚 第二天才走 即是有什麼事 我還可以捉到 即是有得追 這樣啊 如果你說皇帝真的很喜歡 我怎麼辦呢 沒有 他通常都不會 因為他媽媽作主 他媽媽不准你喜歡 沒有得選 即是很老實說 那些皇帝 我剛才說 有五個皇帝是幾歲開始做的 所以其實媽媽或者媽媽 好話到時 那些規矩一定要守的 是 沒得選 是吧 那沒得選的時候 我今天很喜歡這個真妃 那真妃就要走 我能不能留他在那裡 你身邊的人不敢讓你留在那裡 讓上頭知道得了 你是皇帝你沒事而已 我們負責管你們 那些日常起居那些 要負責任的嘛 不行 一定要出去 那個地方 外面有一間屋叫做燕熙堂 即是在光水王那時候 那真妃一定要去的 那真妃那怎麼辦 我自己去 光水王就唯有自己 跟著真妃出去外面 那間屋子住 這樣啊 因為媽媽太兇了 離家出走 這些不是等於 走到隔壁屋 但是都遠的 不是真的在門口那種 即是都要出去 隨時要坐腳過去 即對於這個皇帝來講 是為了愛情 是搏一搏的 那些 他都搏很多日的了 他跟真妃那段時間很長 那當然 這樣的皇帝很少的 江水王是在清朝來講 他應該是最少女人的皇帝 因為他只有三個女人 一個就是皇后 皇后就是他媽媽配給他的 配給的 都不太好樣的 他叫御龍皇后 接著還有兩個妃 就是真妃和真妃的姐姐叫緊妃 那剛才 那剛才 那剛才我給了照片 你看 我看到那個樣子真是 真是厲害 都明知他這個都沒有什麼 即是年代的品味是不同 我只可以這樣說 都不關品味的事 古代至今都覺得那個臭樣子 是嗎 當然 他不能選擇 他們只可以在八旗的女生裡面選擇 一定要選滿人 不可以選漢人 所以他的選擇很少 然後還要是配給的 即是他去到光水這些 他媽媽還要不是親生媽媽 他隔離過計過來而已 當然不會疼你 所以其實他沒有什麼 我認為他的選擇不是很多 所以他除了自己的皇后 是真是慈禧太后配給他的 這個好東西 為什麼呢 真是不漂亮 但是背後的那個勢力很強 另外那兩個就是 真妃和忍妃兩姐妹 不知道為什麼 姐姐的樣子這樣 後來那些人查了出來 她是甲狀腺肥大 所以導致那個樣子這樣 是病來的 所以他後來呢 她是下一個太后來的 那其實做太后是漂亮還是厲害還是手段還是怎樣 一定是手段 其實如果我們看之前我們說的那些戲 我們看一個大家很熟悉的魏英諾 有沒有聽過魏英諾這個名字 不知道 賢禧攻略那個女主角 魏英諾 你看她從一個小丫頭慢慢一步一步過關上來 做了女主角這樣上去 她後來就是嘉慶的媽媽 就是她後來就是她做了乾隆的老婆 然後生了一個兒子出來就是嘉慶 其實我們是選了那個王太后出來做女主角 硬說她從低做戲而已 是的 她事實上是那個位置 是的 那跟著還有很多的 就是譬如之前我們說過有些什麼步步驚心 或者是恩環傳 恩環傳也很出名 恩環是誰 恩環就是雍正的老婆 這些我祝我太太來 她有段時間跟你說 她所有女士都追隨這些戲 我們看《賢禧攻略》那時候 不是見到乾隆有個王大后嗎 乾隆的媽媽 其實她不是她的親生媽媽 但是她捧了乾隆出來做皇帝 那個王大后就是恩環 原來是同一個人 當然不跟演員去做 是啊 但是她只不過是當年她是年輕女 做了雍正的老婆 然後她扶起了乾隆做雍正的接班人 她就做了王大后 那你可以想像她是不是漂亮呢 可能都需要漂亮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她這方面的手段要很強 嗯 即是等於慈禧 她強的強在什麼呢 就是她真是將她自己的兒子 同志捧了上來做皇帝 嗯 而當時同志又是五歲而已 是 好了 那同志 同志五歲就說捧他上來做皇帝 是吧 你想想她要多少大的能力才做到這件事 她當時為何叫同志呢 是她和另外一個女人 即是她是西宮皇后 另外還有一個東宮皇后 即是慈禧和慈安兩國 一起捧她上來 然後就要找一些 即是顧命大臣去輔助他們 所以那套戲叫《垂簾聽政》 就是很出名 就是講她 就是講這件事 即是說她的權力的能力是很強的 她能夠平衡各方的勢力 令到她的兒子可以很安樂地做到皇帝 當然她的兒子是有一定的資格 因為她的兒子的確是涵風皇帝和她生的兒子 有時看劇 你講到慈禧太后這些劇 慈禧一出來 整件事很大壓力感 好像感覺到她的氣勢 我覺得是比皇帝厲害的 一定 一定 人們都怕她多一點 一定 因為她才操生殺之權 而去到童智死了 童智很短命 做了十多年 都沒有自己說得到事 死了 童智那麼年輕死當然沒有兒子 那慈禧就找另外一個小孩 就是她的妹妹和七王爺生的兒子 那個就回來做光帝 光帝好一點 光帝四歲做皇帝 他做到33年 現在的四歲 什麼時候的四歲都是回答你不到的 後來我再小一點 普兒兩歲 瘋了 但普兒做了四年 然後清朝就忘了國 但是 那個點是什麼呢 就是她有能力捧一個不關事的小孩出來做皇帝 而她又看得住那個當 其實這些完全是玩手段 權力鬥爭 即是你用一個 雖然她真的是一個人 這些兩歲 有三歲 有四歲 但其實是很虛擬的 整件事根本上就是 掛媽或者掛媽都搞定了 就是皇太后做事 她還要把所有壞事就推給皇帝 她自己就做事 那件事她是可以很隨意地 怎樣去主宰所有人的生死 還有她有些事情又可以賴說是個皇帝 但誰人都知道都不關皇帝的事 那麽小時候是你搞出來的 但是又沒有得說她 是的 所以對那個世界來講 很多這些 怎樣可以爭到那個位呢 大家就會覺得這個是我們重點了 那老實講 再加上 很多女觀眾 就會覺得 這個不是跟我們職場的 女性辦公室政治器好似 是的 你記得在2010年的時候 有一套電影叫做《杜拉拉星跡記》 徐政磊拿出來拍了一部電影 這些就是當時 現代人都想看的東西 女生在商業社會怎樣爬得走 很有代入感 然後你放進一個清朝的劇 然後把所有男人都剪掉 男人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 是的 這個世界應該不存在的 但是她放回一點點進來 就是做配角 那我就 齊齊整整做了一部公斗劇 其實公斗劇就是以前公廷劇的一半 她把以前做的那些重點戲 剪掉了她 另外加入一些虛擬的劇情 就令到這些女子角 就等於武俠片那樣 通常武俠片 男子角初初出來 那時候都是無名小子 是的 被遺棄 師傅又不要她 然後她慢慢有些其餘 一扣扣打上去到最後打大波士 這個就是武俠片故事 現在就把這個搬了過來 然後我還要知道誰是將來的王太后 還可以了 然後我就找這個人 改一改她本來的出身 那她就不能走這條路 那好了 我們經常都罵慈禧太后 有些地方她是抵鬧的 譬如清朝臨尾 為什麼那個社會走得這麼慢呢 慈禧太后是一個頗大的責任 但是呢 我經常罵她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殺了珍妃 由粵劇開始 有光水王夜祭珍妃 迎台入血 有很多這些故事 電視劇 電影 不斷都做這段 這些是真還是假的 歷史中 第一 光水王只有三個老婆 光水王真的很喜歡珍妃 珍妃死了 不久光水王也死了 但是你說 裡面有幾多真事呢 我好那部分呢 就不一定真 而有很多壞事呢 是沒有做到給我們看的 因為珍妃 其實珍妃是真是她派人殺的 這件事也有很多歷史上的證據 珍妃的死 那個井你自己跳不下去 因為一定要逼 要被人壓你下去 那個井很小的 你自己舒服地跳下去很難 你要找人壓下去 那沒有了 而事實上 珍妃 她為什麼這麼討厭珍妃呢 是有原因的 但是所有這些劇 是從來都不拍的 因為這些劇 只會拍珍妃漂亮的部分 因為我猜可能 只是跟粵劇取材有關 因為事實上都去到 其實珍妃死 已經是去到 1900年的事 你想想多近 是 不是很久之前 1910年前 中間有很多劇 拍這一段 那珍妃為什麼會死 為什麼她這麼討厭珍妃呢 那當然有些理由 其中包括了 其實本身她不是這麼討厭她 本身她很疼她 最先 因為最先她覺得珍妃像自己 她正有些奏章給珍妃寫的 而珍妃是可以寫到 她可以模擬她的字 幫她批閱的 這麼恐怖 即是代入了進去 即是她教珍妃怎麼做自己 因為她疼她 而珍妃又真的很聰明 所以她是幫她 做了很多文書上面的工作 真妃是很幫得手的 但是珍妃是一個很modern的人 因為珍妃是在小時候 是在廣州出沒的 即是她爸爸是帶她去廣州生活的 所以她是見很多外國人 來老貨 見識廣播 是 新科技 戴了光小王去拍照 這麼厲害 1900年有照 你想想 那些照片就是珍妃 戴相機進去皇宮拍照 其實那時候有照片也很誇張 那時候很luxury 那時候怎麼會有照片 因為以前最多是畫出來的 即是本來是畫像的年來 那為什麼會有照片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珍妃很喜歡 穿洋裝穿男生衣 即是她做了很多這些 即是很可惜就是後來 因為聽說 就是自己太后 珍妃把她大部分的照片都燒毀了 所以我們見不到很多 我們見到很少 現在剩下來見到珍妃的照片 緊妃就更多 聽這個宮廷劇 這樣大家看得多 因為我們在《翠談中國歷史》 講這個宮廷劇 是 但是宮廷劇 很多時候我們是那種取向 有主角 所以我們就要把主角的好東西 包含下去 主角也是有壞東西的 我們就不說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珍妃 珍妃是一個很modern的人 那慈禧太后當然不喜歡 那時候還會認為 你拍了我的照片 就會涉到我魂魄 是嗎 那這件事她又怕 加上同志早死 她也怕光瑞早死 所以這件事她已經開始有點不喜歡 接著光瑞又很疼珍妃 晚上去宴禧堂和她一起過夜 那些有沒有被慈禧太后知道 我就不知道 但她疼到什麼地步 就是她被珍妃坐百人大轎 而事實上她們的規矩是不行的 就是不能坐 只是皇帝可以坐百人大轎 其他人不行的 所以這些令到她又繼續不喜歡 不喜歡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她自己怎麼起家呢 自己太后 就是賣官 將一些 你想做官嗎 你給我錢 我給你一個官位做 她小時候有什麼起家呢 珍妃呢 又可以去賣官 那你就說了 其實珍妃賣官是做什麼 就是你那些人 什麼叫賣官 就是有人想做官 就走後門賄賂我 我就找方法令你做到你想做那個官 真的買回來 買個官來做 那慈禧都有做這件事 那珍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你想想她後宮那裡的生活 其實錢對她來說沒什麼意思 因為吃的住的全部都是好的 不用付錢買 全部都有人配給你 你要什麼拿就行了 是不是 但是她很喜歡打賞給人 為什麼 因為她打賞得多 大家聽她說 她就可以有她自己的後宮勢力 她打賞給那些小的宮女 人家的太監 太監其實不應該服侍她 可能服侍皇帝 全部都要打賞 那就多了一班自己人在那裡 浩世的那些人 其實她在製造自己的小的 其實這些行為 自己大學年輕人都做過 好了 賣官 賣到那個地步是什麼地步呢 有一個官叫做玉冥 那光瑞也要看一下 你賣官 你賣給誰啊 那就見一下吧 玉冥出來 那個官位都不小 不識字 光瑞說 你賣給那個不識字的來做官 我沒有可能給你過骨 有時候去到這樣的地步 你可以想像一下她都幾 那時候是有些荒唐的 有些過了火的位置 然後去到自己發現這件事 要脫衣服來打藤 脫多少衣服不知道 剝光珠還是脫了臉衣服也不知道 因為歷史中那個叫做癡衣亭像 那癡衣服是多少衣服呢我們不知道 總之是脫衣服來打屁股的 那你想想一個飛子給你這樣打呢 都爭到出面了 從初初很疼 什麼都教你 去到後來這樣 有這樣的大的差異 而最大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光瑞想變化 很多人 都是一件事叫做白日維生 白日維生就會擁有一個維生的行動 就是说要将整个清朝改革 变新世界 一个新的政治概念 以及引入新的科技 慈禧终不喜欢呢 其实慈禧本身是喜欢的 本来她是喜欢的 就是在光水未做这件事之前 慈禧都曾经有想过 要引入很多新的科技 因为在这件事之前 其实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这件事的六十年前 就刚刚打完了鸦片战争 我们下一� comprised 我们会讲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很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买了一些 外国的科技出来是有得打的 但是用得不好又打翻輸 接著連香港也輸了 這個下一堂才說 所以他也覺得新科技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次的衛生行動 在冒出年 當時是1898年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有一群人就是康有為、譚志同 這群人就想教光瑞怎樣改變政府 那好了 想到很盡的 想到絕對的一個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有一些舊有的官員要辭去 找袁世凱合作 要圍公子禁城 要捉慈禧 你說慈禧知道 火都來了 其實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 因為你捉慈禧是 你沒有可能做到 因為就算袁世凱真的幫你 他有多少軍隊 你當時的話事人根本就是慈禧 你跟光瑞講完一大堆這些事情 沒用的 他真的聽你說都沒用 他做不到那麼多事情 所以那件事其實 如果這群人當日是去找慈禧 可能還可以想 但這群人當日是去找光瑞 那就沒辦法了 慈禧知道這件事當然是生氣 然後一查 為甚麼光瑞有一個小型的勢力集團呢 原來就是因為真飛賣官的時候 就賣了給他的自己人 那這群人本來就是跟你才能做到官 所以他就會慢慢形成一個小的勢力集團 其實慈禧挺厲害的 以前那些年代要查一件事 不像我們現在上網查 有些很多蛛絲馬跡 以前我都不知道要怎樣查 只是問的 只是信的 當時有很多互報的記錄有得查 那個人怎樣可以升到官 誰推引戰 這些一定是查得到的 一定可以追得回那件事 還有誰是誰的細範圍 反而有少少難估 我爸爸幫你 你現在實行一個半夜 走出去幫那個人 你又說他那些不知道 但是大方向他都知道 包括袁世凱又要出賣他們 你是想叫我包圍原明園 你跟我說完那頭 我就跟慈禧講 你明白嗎 光瑞要查慈禧就很難 慈禧要查光瑞就很容易 所以去到這個地步 決裂了 他還未出聲要殺他 他還說我要降他職 他沒得做非要做笨 這樣一直跌 好 接著去到八國聯軍打袁明園 大家一起走 當時1900年 即是兩年後 譚志彤那些死了 被自己殺了 兩年之後 大家離開的時候 他就跟珍妃講 現在我們帶不到這麼多人離開 留你在這裏 外國人來到 你一定不能向面 保住我們的顏面 你跳到那個井上 這樣嗎 當然就是找人握他 即是後來有 即是歷史中 初期的歷史 就是說 珍妃首節自己跳 是 遲多幾年之後 就是當時在場的人 就說出來 就說不是的 其實他找人握他 嘩很慘 以前經常動一下就要死 要被人殺 以前好像生存在這個世界 你不要說到好像很以前 1900年 那件事是百多年前 那件事是百多年前 很恐怖 那件事是很恐怖的 我覺得 那件事就告訴你 是他講一句 在你面前就沒有了 但那件事 事後你又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死了 那跟著 光瑞不久 又差不多死了 光瑞死了 那 慈禧 就要找另一個人來做 那他就找 了光瑞的父 的另一個 後代的孫 光瑞的父 另一個後代的孫 他本來已經找了七王爺 七王爺就是 涵豐皇帝 即是他老公 涵豐皇帝 真的涵豐年前 涵豐皇帝 那我的兒子死了 那就找 弟弟的兒子做 那弟弟的兒子都死了 就找弟弟另一個兒子的孫 做 那個就是好事 所以其實 這個七王爺好笑 他身邊所有人都是皇帝 有五個皇帝圍著他 這個家族真的厲害 整個家族裡面很多厲害的人 那個是清朝的皇帝 但這個七王爺的父親是皇帝 他哥是皇帝 他哥是皇帝 所以他兒子是皇帝 他兒子是皇帝 他的孫也是皇帝 皇帝家庭 以前就是這樣 整個清朝只有五個皇帝 只有十個皇帝 有五個圍著他 他生於一個什麼家庭 就是一個什麼將來 我聽黃昌說這些 幾個小時都還沒說完 這件事沒得完 我們很快速地說一說 我們怎樣看詞戲 作為一個宮廷劇 不說他不行 好像一個最厲害的皇太后 其實今年我會出一本書 就講中國的女人 當然我一定要數皇帝 譬如我說四大美人 四大醜女人 四大女將軍 四大女才女 一定這樣數 那四大皇帝 我數完之後 詞戲是不入四大的 有四個比她厲害的 這麼厲害 哪四個比她厲害的 那些大家提書 但其中有一個是誰呢 就是我覺得最厲害的皇帝后 其實就是清朝第一個皇帝后 詞戲是最後一個 第一個皇帝后是誰呢 那個就是孝莊王后 孝莊王后 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 怎樣去代表一個皇帝后有多厲害呢 我覺得除了她有多大的權力之外 就是她怎樣運用的權力 令到國家好一點 令到人民好一點 令到國家富強一點 那詞戲其實 嚴格來說 她推倒了清朝 我覺得她的責任很大的 我不是說完全在她那裡 但如果清朝不是因為她的話 可能沒有這麼快滅亡 所以自己不是一個強的皇帝后 她的權力很強 但做好的國家她不是強 但是如果數回二百多年前 即她的二百多年前 那個就是孝莊王后 孝莊王后是清朝第一個皇帝后 很難做 為什麼呢 因為她老公死了 皇帝后死的時候 還未入關的 還在關外 第二年就入關了 於是就推她五歲的兒子出來 孝氏皇帝做皇帝 怎麼推到呢 為什麼呢 因為皇太極有個大兒子 三十多歲 叫做豪格 沒理由不是他 有個弟弟叫做多爾綑 很多綑 這個時候大家不太想見他 多爾綑 功勞很大 全國清那個時候的功勞最大的人 為什麼不是他兩個 那孝莊王后呢 就要平衡大家的勢力 就告訴你 你做他又不喜歡 他做的你又不喜歡 現在那個勢的 你們如果比一個勢的做 你們兩個呢 就可以協佑主以令諸侯 你們可以慢慢來 你現在要爭 即時要爭 你都不知道會贏不贏 現在那個勢的先做 你兩個看看 慢慢再 曹尾勢力再爭 還有一想 他就平衡勢力 令到他自己的勢子 都是他的兒子 可以做到這個位 就變成順子 他都很厲害 他要這樣平衡這個力量其實很難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他自己本身是蒙古人 其實他是蒙古貴族 他為什麼嫁到給王太極呢 就是蒙古人和本州人的一個勢力婚姻 他很厲害這些手段 一直這樣上 上到第二年 多爾菌帶兵入關 打低了中原的地盤 清朝最重要的就是入關 做中國的皇帝 多爾菌這麼大的功勞 豪格沒得爭 多爾菌繼續做那個 這樣的攝政王的位 好了 他就要 又要劣住多爾菌 你隨時 你現在這麼大的功勞 你要做皇帝 我難你不住 他又要令多爾菌 甘心 繼續做這個位 來到 你是比皇帝更重要的人 一直這樣做上去 多爾菌又要聽他 他說慢慢大家在這方面 大家要談 怎樣才做好這件事 他有沒有暗殺他就不知道 總之多爾菌 亦都不是很久就死了 後來 這個人很厲害 看到對方想要什麼 其實皇帝的位置不是最重要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拿些你想拿的東西 都很厲害 很強地做這件事 那你問我 公鬥這種 算不算公鬥呢 他不算 他已經上去 但是他在平衡勢力裏面 是比公鬥再大些 而究竟是否真的有公鬥呢 我說公鬥永遠只是 他們的大藍圖裏面的一個小部分 因為他事實上不是幾個女人爭竟那麼簡單 他是要平衡外面的勢力 因為你不是說 我做了皇太子就一定贏的 不一定的 皇太子可以轉頭沒有了個位子 是的 即是你捧了他上去 我還要令到這個皇太子坐得穩 令到他之後搞得好 好了 剛才說的孝莊皇后 捧到順治帝了 接著過了十幾年 五歲的皇帝都大過了 他都死了 康熙做皇帝七歲 康熙靠什麼 就靠他管住 所以你看 我們能把皇帝哄好有沒有用呢 其實在清朝來說 不是很有用 因為有五個皇帝 黃太后比較重要 是的 有五個皇帝都是幾歲做的 你哄掉他有什麼用呢 是的 你一顆糖他這樣 他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沒有意思的 譬如普怡這樣 你哄掉了普怡又怎樣 那時候真的有些人 哄掉了普怡 就想推翻錦菲 即是剛才曾菲的姐姐 因為曾菲那些死了之後 他做皇太后 他不是皇太后的 他叫皇太妃 但是沒有皇太后 所以他都好像慈禧這樣做事 你想一下普怡推翻他就難了 我覺得以前那些宮廷 宮廷劇的確反映了很多 當年的一些歷史故事 但剛才皇上說 當中有很多是虛構的 有些有說 有些沒有說 如果來到現在 最後這一分鐘 有什麼結論 對於這件事 我覺得大家看這些宮廷劇 同體武俠劇 應該是同一個心情 你沒有理由相信 這個世界真的有九樣神功 但是那些歷史人物真的存在 所以這些宮廷劇 我覺得大家看完之後 開心一下OK 真的想知道歷史的真相 其實可以在歷史裡面找回 是的 又或者這樣 多些找一下王長的書 我們期待你寫那個 用女人做主角的書 好 多謝 什麼時候會寫完 寫完了 在等排版 是嗎 七月應該出界 好 我們期待 今天在這裡多謝王長 謝謝大家